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直升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11月17日星期四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20国峰会刚刚结束 拜登没有直接回美国 而是去访问了关岛 慰问驻守在安德森空军基地的美军 专家分析 拜习会后台海紧张局势难以化解 未来会浮现更多的爆点 与此同时 11月18日到19日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 而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双边会谈 一是两个人的首次正式会面 二是目前的台海局势 所以让他们的会面备受瞩目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7日呼吁习近平共同努力 在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构建一种建设性的关系 确保这个地区安全还有和平 在会谈结束以后 岸田告诉媒体 他向习近平转达了对台海和平的关切 两个人同意重启日中双边对话 包括领导层的对话 值得关注的是 APEC峰会拜登没有去 而是在返回的途中去了关岛 在安德森空军基地加油 据太平洋每日新闻的报道 拜登受到总督格雷洛与美军的热烈欢迎 并且与大家拍照留念 而副总统哈里斯去了APEC会议 在会后他将访问菲律宾 因为美国要砸20亿强化住菲律宾美军三个基地 拜起会上 美中就台湾问题公开交锋 互划红线 分析认为 台海紧张局势难以化解 未来会浮现更多的暴点 世界十字路口的主持人唐浩认为 美中双方其实已经处于某种程度的战争状态 只是双方目前用的都是军事以外的手段 他认为 习近平连任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就是进反台湾 换句话说 习近平未来几年 就是要整军备战 入侵台湾 他表示 拜登在举行拜协会之前 先参加了东盟峰会 然后又跟日本 韩国 澳洲元首举行了会谈 一起强调 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在组织一场四海为中共的外交战 唐浩表示 美中双方目前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活动 都是在为台海争夺战做布局 做较量 这次拜协会的公开交锋 也等于是双方已经公开亮剑 准备在台海问题上决斗的前奏 在昨天16日 美国海军表示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军舰加入到 美国和日本两年一度的历舰演习 四国军舰正在日本和国际水域 进行广泛的联合演习 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导弹驱逐舰也参加了演习 虽然美国第七舰队没有直接提到中共 但是强调演习是应对印太地区危机 或突发事件所需要的关键能力 关键时刻节目中分析说 拜协会以后拜登直接去了关岛接见了当地的美军 这是有战略意义的 备战气氛非常浓 因为关岛目前是第一岛链美国最重要的大后方 包括所有B-52轰炸机 A-10战机 潜艇等等全部重型武力都部署在这个地方 关岛目前不但要扩建机场 还要把可以阻击中共导弹的萨德部署在关岛 另外哈里斯在出席APEC会议以后也会到菲律宾 美国的战略很清楚 除了日本可能是未来台湾的备源基地以外 菲律宾也可能是备源基地 显然这个布局就是剑制中共 昨天德国政府曝光了对中战略草案 明确指出如果中共想合作就先关注人权 而昨天各大媒体报道习近平当众斥责加拿大元首的情景 引发了国际热议 与此同时 11月16日 美国国会辖下两个委员会连日发表年度报告 也是大肆批评中共有损人权和经贸的政策和措施 据法广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 中共从事不公平贸易行为 如果美国审查属实就应该暂停美中正常贸易关系 而另外一个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在发布的2022年中国人权与法治报告当中 特别指出中共的人权 提到多年来 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残酷打压 包括判刑 长期关押 还有骚扰 受虐待死亡等等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更是直指集权后的习近平日益加强侵扰海外人士人权 并透过国际机构进行威吓手段 让全球批评中共人权的人士噤声 两位主席指出 中共当局的人权观早已道德沦丧 20大后习近平加强对权力的控制 并继续以此为武器对付中国人民 甚至越来越多的以此对付海外的普世人权 各国需要联手打击 而美国报告中所提到的也正是目前发生的 G20国际峰会上 习近平当众斥责加拿大元首特鲁多的情景 引发国际热议 习近平当众指责特鲁多 把双方聊天的内容泄露给媒体 整个对话语气具有挑衅的意味 对此资深日本媒体人施板明夫指出 习近平不透过媒体 而是直接带着翻译找人兴事问罪 有失身份 看起来好像国中女生和闺蜜说的悄悄话被告诉了别人 跑去质问闺蜜一样 他认为习近平跑去找特鲁多谈话 完全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而习近平说的结果就不好说了 这句话也带有恐吓的意味 石板明夫分析 如果加拿大媒体没有报道 事后中共媒体一定按照习近平的意思 把双方的会谈内容 美化成中共取得了巨大的外交成果 往习近平脸上贴金 而因为加拿大媒体的爆料 使得这件事破功 习近平才恼羞成怒的 一名专门分析两岸政局的网红伦纳德 仔细研究了这段影片 他发现特鲁多回话内容也相当强硬 特鲁多的意思是说 对媒体不透明 只是在中国才会有 加拿大自由民主做什么事都要公开坦诚 回击的意味浓厚 只不过中国翻译只给习近平翻译了一半 没有完全翻译 而石板明夫也提到 特鲁多强势回应 但翻译却只捡了习近平爱听的部分给他听 暴露了两点 一是习近平不会英文 完全没有听懂特鲁多的回应 二是独裁者周围的人 只敢讲他爱听的话 他说 加速师进入了完全肆无忌惮的加速模式 尽管导弹袭击波兰以后 北约 波兰都说 这枚导弹并不是俄军蓄意攻击的 很可能是乌克兰防空部队 拦截俄罗斯导弹的时候 落入波兰境内的 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仍然坚称 他毫不怀疑 乌克兰在这次袭击事件中没有责任 他认为这是十分重大的升级 必须采取行动 但拜登对泽连斯基的说法并不认同 16日 泽罗斯基维持一贯的立场 指责是俄军发射落在波兰的导弹 而结束亚洲行的拜登告诉记者 证据不是这样的 波兰总统杜达16日也说到 根据掌握的信息 这是一枚苏联制的S-300火箭 是一枚老式火箭 没有证据表明它是由俄罗斯方面发射的 它极有可能是由于乌克兰防空部队发射的 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 这不是乌克兰的错 应该是由俄罗斯承担最终的责任 1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在五角大楼对俄乌战进行评估的时候 他罕见的淡化了乌克兰近期取得的军事胜利的可能性 他说乌克兰不太可能在军事上迫使俄罗斯 离开占领的所有领土 并且警告说 俄罗斯尽管最近遭遇挫折 但仍然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不过米利也强调 只要乌克兰要求自由主权还有领土完成 美国还有盟友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最近似乎美国正在努力促使乌俄双方能够和谈 据新闻周刊的报道 日前有不具名的美国官员承认 俄乌战争引起欧洲 非洲 还有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对战争破坏性 食品 还有燃料的供应和成本影响的担忧 这名官员表示 对一些盟友来说 对乌克兰疲劳是真实存在的 目前共和党拿下了众议院 共和党人也表示 他们将加强华府对北京的关注 同时更密切地监督对乌克兰的援助 他们强调不会停止对基辅的支持 但也计划利用他们的力量 来调查拜登的一些外交政策决定 以及他儿子亨特·拜登的国际商业活动 其中就包括对中和对乌克兰的调查 随着共和党拿下众议院控制权 共和党人表示 新一届国会将加强对中共的关注 监督对乌克兰的援助 调查拜登的一些外交政策决定 并彻底调查拜登和他儿子亨特的外国商业交易 还有银行记录 据多家媒体的报道 17日 共和党众议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众议员吉姆·乔丹发表讲话 并且表示将会调查拜登家族的商业往来 众议员科默也援引几报人的话说 拜登家族仅仅通过向家人提供机会而发达 并成为百万富翁 据楼头社的报道 共和党众议员迈考尔将会担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他表示 目前首要任务是与中共竞争 他说中共是我们头号竞争对手 可能也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他认为 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合作 因为双方都有对华的鹰派 他还表示 加强美国国防工业供应链 支持美国半导体生产与抽口管制 确保美国的敏感技术 不会落入到中共军方的手中 向台湾提供军事装备 帮助抵御中共的入侵 对于俄乌战争 麦考尔也提到 会更加严格的审核对乌克兰的援助 但不会彻底切断给基辅的支持 共和党掌控众议院以后 佩洛西的众议院议长生涯将会结束 82岁的佩洛西担任民主党众议院领袖 长达20年 是唯一一位担任众议院议长的女性 而有望接任众议院议长的麦卡锡曾经表示 她也会带领国会议员访问台湾 来响应佩洛西8月的访台之行 而对于中共的威胁 麦卡锡希望组建一个针对中共的特别委员会 专门关注贸易 国家安全还有疫情起源等等问题 有专家认为 这可能使中美关系将会更加恶化 中期选举已经过去了 虽然没有出现全国性的红色海啸 但红色浪潮的确是在某些中显现 比如像德州 佛州 还有纽约州的长岛 还有哈德逊河谷下游 共和党在这些地方获胜的原因各不相同 在佛州对社会主义恐惧引起了选民的共鸣 而在纽约市郊区对犯罪的恐惧 促使选民投票给共和党 在佛州 共和党的战略是 除了部署标准的党派竞选方案 比如通货膨胀 边境混乱 犯罪 联邦政府过度扩张 就是强调对抗社会主义 发誓要与社会主义作斗争 这种强烈的反社会主义信息 在广大的选民中产生了共鸣 特别是拉美裔 他们的家人深受社会主义所害 大批逃离拉美裔社会主义国家 在纽约 共和党除了推出标准的党派竞选方案以外 还强调了民主党对犯罪的软弱 还有不作为 大力宣传民主党是如何让城市犯罪分子 逃离城市 威胁了社会安全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提到拜登G20峰会结束以后 直接去了关岛 有很浓的战略意义 您认为美中是否已经处于 某种程度的战争状态呢 请您给我们留言 我是小兰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 订阅 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